超級訪問員 大家來囉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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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緒拍摸 今天又有兩隊的小同學呢 來這邊來PK較勁交朋友 對 而且其實他們有很專長的 這個運動項目 我有點不懂 等一下來問問看 是的 是的 我這邊也有很厲害的舞蹈高手 等一下來好 跟他們聊聊囉 是喔 先來介紹欣妮姐這邊的同學 好 首先換我們紅隊 我們是宜蘭國小 來自宜蘭 很好 宜蘭國小就是來自宜蘭啊 好山好水的地方 對 你們是什麼隊 對 你們是什麼隊 滾球隊 滾球是法式滾球嗎 對 什麼是法式滾球啊 他先投一顆目標球 然後後來丟的球要去 就是要黏住它 黏住它 要靠近它 對 誰比較緊 誰就有分 結束了 謝謝你們 好 緊接的是我們藍隊 我們是PK 來自基隆 基隆 來自基隆 基隆來的 也是一個美食很多的地方 沒錯 而且他們是跳舞高手 那我們可以請中間的陳奕山同學 來為 來為我們上半身solo一段嗎 可以嗎 來來 那誰可以 那誰可以來solo一下 沁騰 來來來來 預備 對 老師音樂來一下 一出來真可愛 對 一、二、三 GO OK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你們來 馬上進行第一關卡 GO 第一題的出事題 老師請出題 槍死 狐狸為了在弱肉強食的環境生存下去 因此學習到什麼技能呢 A 丟石頭 狐狸 裝死 C 模仿動物叫聲 作答 狐狸為了在弱肉強食的環境 因為暈哥哥手上就有一隻狐狸的照片 哇 你們知道嗎 如果在日本啊 日本它有野生狐狸 對 像我們去那個 北海道啊 狐狸村 路上 我去便衣商去買東西 下車的時候 一隻狐狸在我旁邊 我嚇一跳 對 就這隻狐狸 對 這就是狐狸啊 狐狸 為什麼覺得是裝死 因為怕被吃掉 因為狐狸感覺 讓人家的感覺就是狡猾的感覺 對不對 裝死 好 我們藍隊答案也是裝死 為什麼 因為狐狸不可能那麼聰明 會丟石頭 其實我比較不期望他們答案 我比較期望他們答案 他們答案怎麼來 他為什麼覺得是裝死 因為模仿動物叫聲太難了 模仿動物叫聲太難了 OK 那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請公佈正解 就是模仿動物叫聲太難了 模仿跳舞動物叫聲啦 狐狸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動物 會模仿各種動物的叫聲 對 比如說牠們會模仿羊的叫聲 還有兔子的叫聲 而且狐狸一邊學這種動物的叫聲 還會一邊的慢慢的接近牠 當對方以為是同類的動物 所以人家就會 那個戒心就會拿掉 然後就會以為說 譬如我是豬有沒有 幹嘛 這樣講得不太對 沒關係 然後我是狐狸 我就學豬叫聲 然後就覺得是豬 轉過來發現 原來是狐狸 就被吃掉了 對 接下來知識題第二題 老師請出題 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 頭上戴著的配件稱為羽冠 請問羽冠上羽毛的多寡代表什麼呢 A 戰風 B 不同部落 C 年紀 新多大 羽冠上的羽毛多寡代表什麼 可能是戰風多 或是你是不同的部落 或是不同的Mark 或是年紀 可能年紀越大的 毛越多 妳好可愛喔 郭彥均妳好大喔 郭彥均妳好好看喔 超帥的 妳好搭衣服喔 超帥的耶 我想問中不中 不會耶 不會中 怎麼會不中 不會中 這個就是他們的羽冠對不對 對… 看來側面… 真的 我看到很多那些 女王 真的 我看到很多那些 女王 是這樣子很長很長的 是 你好好看喔 我覺得這個超漂亮的耶 來 指上三 請翻答案板 1 2 3 對 A 戰功 就是戰功越多 這個 族長感覺都很厲害 然後 感覺族長的毛都很多 喔 滿有道理的 戰功 所以一根羽毛就代表 一場戰役的意思 之類的 OK 好 我們這邊答案是B 不懂是部落 因為每一個部落的羽毛 可能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答案是什麼呢 請公布正姐 來看看就是A 戰功 恭喜紅隊 無誰說藍隊今天運氣真的很不好 藍隊 今天不是你的局 今天不適合錄影 對… 每一個羽毛代表不同的戰功 沒錯 因為這個英天戰士們呢 戴這個英語官呢 它代表著某些戰功喔 沒有戰功的人就沒有資格 戴這種的帽子的英語官 所以呢 官上的每根羽毛呢 跟自己確定的戰績呢 相當的一致 就是譬如說你戰績很好的話 就這個官毛就會非常多 所以官上的羽毛越多 代表他的功勞越大 越受人尊敬 是 這位戰士 是 你好像身高不夠高 因為他有點拖到地上 我可以低頭啊 我可以 對 只能說 戰功還不夠 不然的話就變地毯了 地毯太誇張 好啦 知識題第三題 老師請出題 來 奧運會是世界各國 不同響應的大型運動賽事 當選手中原站上頒獎牌 領取金牌時 總會做出 搖金牌的動作 B 請問最早原因是 A 測試黃金的純度 B 恥露微笑 C 為下次帶來好運 好可愛喔 恭喜得到我們的金牌郭彥均 恭喜… 搖著…這是什麼意思的 五到三 請翻答案板 1 2 3 紅隊是A 測試黃金的純度 為什麼 幹嘛測試黃金的純度 可能有聽錯過 來看看 藍隊是C 為下次帶來好運 為什麼別是這個答案 接到別人的意見 妳又是傀儡了 那我想問妳本來的 妳本來的答案是什麼 我猜是A 妳猜是A 妳猜是A 但她也是A OK 答案是什麼呢 請公布正解 就是測試黃金的純度 為什麼妳們會知道這個答案 我現在提到妳 就印象中有聽過 我只能說 慶藤 好衰 不是 就是 今天不是妳的純度 我真的是完全的反指標 真的 其實呢 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從1800年開始 由於加州淘金熱期間 用牙齒咬來測試金屬 就是一種燕明這個 真偽的常見的做法 假如是純金的話就是柔軟 而且具有可塑性的金屬 就會留下咬痕痕喔 因為是純的話 是會比較軟一點點 對 所以以前的金牌的運動員 就會用啃咬或各種方式 來測試這個黃金 到底夠不夠純 因此成了一種傳統 至於現在 像是2021年的 東京奧運的金牌 是有超過六公克的黃金度 在純銀上面 那如果是銀牌的話 就是百分之百的銀 那銅牌呢 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銅 加上百分之五的銀 恭喜我們紅隊再度答對 這次題 第四題請出題 這題可以 到英國旅遊時 在廁所內 竟然找不到電燈的開關 請問原因是 A為了美觀 B 擔心觸電 B 皇室流下的傳統 B請出答 A 在英國旅遊 在廁所裡頭 居然沒有電燈的開關 是 找不到為什麼 這就是我們 英國的廁所 真的沒有耶 確定 因為通常譬如說廁所 都會有一兩個插座之類的 沒錯 吹風機 所以它完全沒有 想一想 為什麼呢 來 請翻答案板 來 1 2 3 紅隊是B 擔心觸電 為什麼是這個答案 又是不同答案 這是聽誰的啦 黃絲 她是妳的 妳自己的 她覺得 她覺得那個 不可能黃絲 因為我對黃絲 她真的很尊重 而且不可能會有 那個黃絲的 之前的不可能會有 變燈的開關 其實英國他們的 真的很尊重 他們的黃絲那一系的 是 對不對 好 到底答案是什麼呢 請公布 答案就是B 擔心觸電 妳安慰她一下 妳安慰她啦 妳安慰她 沒有 她都蹲下來了 沒有人家去算一下命 妳可以證實 妳是完全沒有偏才力的 真的 真的 而且妳很棒喔 妳好不容易自己決定 聽自己的心聲 才錯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擔心觸電 是因為呢 其實剛剛啊 我們講得非常對 英國人非常注重這個安全 因為在英國呢 是240伏特的這個高電壓 所以萬一觸電的話呢 致死率非常高 那為了避免在浴室或廁所中 濕氣很重 或是常常洗手完之後 手會濕濕的 如果碰到這個 那個開關的話 其實可能會電到 對不對 所以英國人發明了 用拉繩 來開啟開關的方法 是 徹底咀嚼這個手 直接碰到這個電源開關的紀錄 今天呢 我們所有的題目呢 所有遊戲呢 到這邊為止啦 那我們今天的冠軍呢 就是我們的紅隊 獲得我們獎學金 藍隊也可以得到我們 今天的獎品 恭喜你們 各位同學之外加藏 同學繼續說我們的 超級總統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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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